白满柿子的圆盘一一搬上架 削皮厚的柿子在阳光照射下金黄耀眼 日晒加上干燥的酒降风吹拂 至少要七天 青色的柿子渐渐软化 变成Q甜美味的柿饼 去年的话就很糟糕 我们假日的话都 很多眼来的客人都买不到柿饼 因为是气候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 今年的话大家都买得小咪咪的 因为没有白来一趟 做柿饼选用七到八分熟 还带着黄绿色外皮的柿子 经过清洗 机器削皮 手工整修头尾的果皮 再以柴火低温烟熏大约三小时 才能放到棚架日晒风干 还要多次翻动和碾压按摩 业者也说明 使用柴火炭烤 将去皮的柿子烤出一层假皮 来当保护膜 比较不容易腐坏 也不会吸引苍蝇 炭烤的过程中 它的烟会在它的表面 形成一个保护层 有一种碳烧味 所以它们就会不喜欢这个味道 但是我们柿饼 给它加上这个之后 做出来的香味就比较浓 所以虽然很麻烦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做这个方式 新竹县新普镇和坑里 做柿饼已经超过了百年历史 有业者有典型的柿饼加工厂 逐渐转型成观光休闲农业 每年九月到隔年一月的 晒饰饼美景 总会吸引大量游客 及摄影爱好者前往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特电视